5毫半 辟除物業重股 基礎盈利50億下跌1成1 投資物業除稅前盈利減少2成 物業發展就跌4成 主要受到內地調控樓市拖累 九倉上半年內地物業銷售90億人民幣 不夠全年目標的4成 管理層直言達標有難度 會先出售手上項目 先決定是不是再買地 我覺得那230億這個數字是有點難度的 因為一方面量那邊是未必夠多 二方面市場的價格是調整的 我賣回當初目標要賣的尺數出來 我的額都不能夠到目標 我們暫時來說對內地住宅市場不是很樂觀 來自海港城和基本原城翻新的時代廣場 上半年商場租金收入分別增加1成4和3成4 九倉對兩大商場下半年零售額仍然樂觀 估計有單位數的升幅 另外九倉斥資超過26億 向母公司回得峰 收購中環社節流物業卡佛大廈 集團說可以擴大投資物業組合 又預告這個只是收購投資物業的第一極 起碼市場的成田 F-124月 Allahu